我們會取一塊肚皮 然後把它捲起來 做成大概18公分長的尿道 先把它玉埋在這個小腿上面 那等大概兩三個月的時間 等它那個上皮組織都長好了之後 我們再把它取下來 做顯微手術 用顯微鏡把這個血管跟神經接起來 然後把這個帶骨頭的一個皮板 然後包起來的時候 它就是大概可以做到15公分長的陰莖 那因為技術的改良 所以我們大概手術後漏尿的病人很少 都小於10% 以前遭遇到最多的情況就是漏尿跟狭窄 在女便男的病人當中 因為你做這個人工的東西 它會有八方縮的時候 你那個本來是要給那個 這個小便的通道 就是所謂的尿道 做的人工的尿道 它因為這個軟縮 會造成它的狭窄 嚴重的時候可能小便會解不出來 女生變男生 目前我們做最多的方式 是用小腿的皮板去做 那會用小腿的皮板是因為 我們的小腿骨有兩隻 一隻叫做筋骨 一隻叫肥骨 那肥骨是比較細 它支撐的重量大概做10% 所以你拿掉一小段的肥骨 並不會影響到它將來的走路或是跑步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那一段骨頭來做一個硬筋 那它的好處就是說它不需要再放人工的東西 一樣的手術就是分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把女生的子宮卵巢拿掉 女生的乳房也拿掉 我們所謂的平胸手術 然後我們會取一塊肚皮 然後把它捲起來做成大概18公分長的尿道 先把它玉埋在這個小腿上面 那等大概兩三個月的時間 等它那個上皮組織都長好了之後 我們再把它取下來做顯微手術 用顯微鏡把這個血管跟神經接起來 然後把這個帶骨頭的一個皮板 然後包起來之後 它就是大概可以做到15公分長的硬筋 那再經過兩個禮拜 等它這傷口長得差不多 我們就可以做龜頭的雕塑 把它雕塑出一個比較接近男生的一個外形 通常怕那個 重進去的這個尿管會萎縮 所以我們通常這個尿管 會放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時間 讓它這個上皮組織穩定之後 比較不會萎縮 那因為技術的改良 所以我們大概手術後漏尿的病人很少 都小於10% 以前遭遇到最多的情況就是漏尿跟狭窄 在女電男的病人當中 因為你做這個人工的東西 它會有八楞梭的時候 你那個本來是要給那個 這個小便的通道 就是所謂的尿道 做的人工的尿道 它因為這個軟梭 會造成它的狭窄 嚴重的時候 可能小便會解不出來 我那個人工的尿道